接下來我要再寫在古譜上面常用的這些格式 幫助我們在看到古譜,在試譜的時候 能夠理解譜上面講的一些基本的條件 首先你在譜上面看到的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四四排 這個是一個很常見的說法 會寫成這樣 大部分的情況下會寫在小結線之內 在開頭的第一個小結就寫了 除非這首歌曲到中間有一些節奏上的拍子拍號的變化 不然的話就直接寫在第一個小結 後面的視童是一樣的,都是四四排 然後你會看到另外一條小結線 這兩條小結線之間就代表 這裡面就是四拍子的時間的量 它這四拍子的時間的量 我在這邊先很抽象的比喻一下 它是四個四分音符的長度 我在這邊用剪寫 所以就是把圓圈圈就直接畫成像一隻腳一樣的形狀 這是四個四分音符 但是我現在用鉛筆去畫 這是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它並不是要我們演奏四個四分音符的意思 它只是用四分音符在這邊當成一個測量時間的工具 你會知道有四個四分音符那麼長的時間 但是這一個小結裡面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到底會出現什麼音符呢? 就看歌曲而定 所以裡面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全音符 那這個全音符就佔滿這整個小結了 所以它不太會再出現別的聲音 如果你要在同一個小結裡面再塞任何其他的音 是很奇怪的 因為這個時間就只有四拍 而全音符的時間的量就是四個四分音符 所以沒有辦法再延長了 是塞不進去的 但是有可能會是以重疊的形式 所謂的重疊的形式就是 你看到這個音符是落地鼓的位置 Floatom的位置 在Floatom演奏的同時 它有可能會跟crash一起 或者是跟hi-hat一起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畫一個hi-hat的音符 比方說這裡有一個四分音符hi-hat 然後再一個 二分音符hi-hat好了 我給自己找麻煩 這樣子 那你就知道這裡有一拍 兩拍的三拍的hi-hat的長度了 再一個 這樣子 所以說音符是有可能重疊的 但是總體的時間量必須是維持在四拍之內 這個是一個基礎的格式 我們如果破壞了這個格式的話 這個譜基本上就是錯的 看到譜的人會覺得很困惑 他沒有辦法演奏 音樂會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在這邊就解體了 所以你要非常的注意拍子的完整度 所以看到譜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稍微的檢查一下 這個拍子我到底要演奏的多快 你可能會有一個速度的標示 關於BPM 關於它是幾拍的循環 有時候不小心看可能會看錯了 會誤以為所有的音樂都是四四拍 有時候遇到這種沒有看清楚就演奏錯誤的這種糗式 好 那我現在來說明一下最常見的古譜的基礎的格式 在四四拍的情況下 我們通常會在八分音符節奏 這種節奏我已經教過了 就是一拍會有兩個hi-hat 兩個hi-hat 那一拍是四分音符嘛 所以兩個hi-hat的話我就用 這樣子兩個八分音符來標示 這樣就是兩個hi-hat的意思 一個小節裡面一共可以塞下八個hi-hat 我先把小節線畫上 好 這樣子是一個小節 剛好有八下hi-hat你要演奏 通常這個右手打在hi-hat或者是ride都會 但是這樣看起來閱讀很容易眼花撩亂 所以事實上在譜上面會有兩種整理的方法 避免看起來這種凌亂 我們會把一拍的音符把它歸納在一起 像這兩個音符加起來是一拍的時間量 所以它會被整理成這樣子 把這個音符的尾巴把它連在一起 你可以想像成是這兩個音符中間的這條橫線 就是尾巴連在一起了 接下來這第二拍這兩個 畫成這樣子 第三拍 第四拍 這邊沒有連好 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看起來 比上面這個版本來的輕鬆一點 你就可以比較一目了然就知道是 一拍兩拍三拍四拍 就比較容易閱讀 另外就是在試譜的時候 還有人會想要再更 把這個單位再更 放得更大一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剛剛是以一拍一拍一拍一組一組去看 我就知道這個 1 2 3 4 但是有的時候會直接一次閱讀兩拍 那我一次可以閱讀兩拍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 把四個八分音符串連在一起 因為這剛好是兩拍的量 就畫成這樣子了 很多的印刷體的譜上面會採取這樣子的模式 我們這樣回過來看喔 所以前面最簡單的這個版本 但是是最不好讀的是 1 2 2 3 2 4 這樣算 一顆一個算的 在這邊就是比較以一組一組為單位 一組兩組三組四組 或是一拍兩拍三拍四拍 這樣的概念 在這邊就是 一拍跟二拍三拍跟四拍 然後就是一二三四 那就是遇到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或者是你的試譜的 越來越純熟的時候 你有時候你會更喜歡這種一次閱讀兩拍的 這樣子的模式 在表達一些常見的節奏上面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你已經可以 不用解讀到大腦到手的過程當中 不需要經過那麼多環節 所以兩拍兩拍的看會更方便 在以這個為基礎之下 你就會知道可以把這個時間底下 再重疊上其他的聲音 像是比方說有小鼓 在這邊是有小鼓 我畫一個更精準的位置好了 既然已經說了 這個地方是 hi-hat 但是在我的教課的情況下 我大部分還是以一拍一拍的為單位 雖然這是兩拍為一組 還是可以閱讀 但是一拍一拍為單位 對於剛開始學習的學生來說 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而且同時可以讓他保持有一個拍子 一組一組的觀念 這個是這個小節裡面 通常這個小節線跟前面四四拍的拍號 都會被我省略 但其實嚴肅一點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要把它加上去的 第二拍這邊有個小鼓 小鼓這邊我用簡寫的寫法 在這邊 再來是大鼓 大鼓在這個位置 當然這不是唯一的節奏 有各式各樣的變化 我這邊只是舉個例子 在這邊第一拍 假設我要下一個大鼓 這個覆蓋有可能會往上往下 就看每個人怎麼樣去寫 看習慣 基本上演奏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在有些譜上面的邏輯 像一些電子譜上面的邏輯是不一樣的 它是把它當成不一樣的聲部的話 比方說你認為大鼓是另外一個聲部 像是由不同的人來演奏這樣的概念 這個覆蓋有時候會往下 但是我在一些電子數位譜上面也使用的經驗 但是實際上聲音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那有人是會往上 我自己是兩種情況都有可能會使用 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在其他的影片裡面 會再為各位做休止符的介紹 今天先講到這邊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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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到這邊 我來講到這邊 我會介紹的 這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